有的花友说老花姨那个土壤活化剂松土精啥的有用啊 人家说是能改善土壤啊能够说是怎么怎么地 我说宝贝你就想想啊能改善土壤 地球都45亿年了啊 你给我改善给我看看 你还真行啊你先把沙哈拉大沙漠改善了 我去种你改善我来种我种100亩我直播种好吧 还有的花友说老花姨我看人卖那松土精啥的老好了 什么土耳花季之类的还这么叫花宝这这那那的 我看好多好多都在炒什么黑水子 说是能很神奇这那那的 我就我就跟花友们说那要袁隆平爷爷干什么 让他倒到海里面去吧 那倒到海里面让那个海里面的一个盐碱变少了 我说袁隆平爷爷是闲的呀 是闲的没事吗 他就非得去研究那些个在盐碱地里面能生长的水道 这那那那的 你土耳花宝去不就行了吗 你们不去啊那不用脑子呢你还相信 怎么爆花术 我这家老花姨你们大盆里面的那开花好多 人家说你们用了爆花术了 啥是爆花术我都没听过 两块钱一袋那那那那东西就开始跟你说 哎用了以后就爆花 你还相信了你啊 好家伙了还能改善推展啊 能能治黄性 我不相信那孙悟空那个大石头蛋子 他能改善他改善不了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啊 十年男生生一年一年就学个庄稼 他很简单 养花就无非那么点事 你没事说你转张大棚 对吧 你其实问问养花的农民 你实在不赢武 自己家里边祖上三代可能都会有农民或者自己邻居 你就问问吧 其实养花也好 养什么植物也好 无非光水土鸡飞 是吧 最好的环境就是光照给足 最好的就是雨水 都是天上有资源 最好的 最好的肥料就是粪空里边那些个粪肥 那还有啥 很难嘛 行了 希望花我们保持一个理性嘛 你别一天到晚的 你就被割那些韭菜支撑税了 大家都出来混的 有些个话我就不点名说谁了 因为这些话我就不爱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就不能说真话了 它会各种抨击你 各种抹杀你 各种骂你 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真话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们觉得呢 咱们你们觉得不错的 觉得能支持咱们就是以后实话实说的 就敢说是正儿八经的有花友能支持的 咱就点个赞 关个住 好吧 老花以后就给你们说更多的实话 咱不怕 大不了我以后不卖东西了 行不行 我以后不做生意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需要你的支持 拜拜